去年下半年11月还是12月的时候 大概是那时候园区的意思是 因为原来没有划车位 然后大家都横停直放 当初划好了之后 他的意思就是规范停车 收费开始我们也比较同意 也不是特别多 一年他说后来他们去谈的话 是600块钱一年 针对我们这边的内部员工 方先生表示 划完车位以后 车辆的确都停进了车位 但大部分都是还没有卖出的新车 你看现在就是新车全都停在车位上了 然后有牌车的车停不了 包括这些停在外面的那些有牌车的车 他们都愿意付费去停 但是现在他们付费 最后打字的结果就会打字他们没地方停 就能预想到未来就这种状态 对就是这种状态 因为付了钱我来得晚一点 我就没地方停了 方先生说 来看车或者来保养维修的顾客 一般都把车停在size店里面 汽车城的园区里有多个大型停车场 新车完全可以停到那边去 这样新化的车位就能满足员工们的停车需求了 如果说是单单是员工来停车的 那确实是可以找到新到新停的原则 那现在是问题是你 现在这么多商品车都停在这里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停 就如果他们不停 基本上能满足员工的需求 对 记者在汽车城里走了一圈 新化的车位上除了一小部分停着上了牌的车 很大一部分都是没上牌的新车 size店门口的停车位停的都是自家品牌的新车 记者也走访了几家size店 我们八个是租我们自己公司停车 就是公司的门口的车 我们新车停的外面 肯定要路的生意考虑 就你们门口 然后如果停别的品牌车 人家来看车就很奇怪了 你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在恶意竞争 我把车停到你家门口 所以你们提前先把它租下来 不是提前租下来 是不说不行了 他们也租了 他把车子摆在我门口放个广告 我能说什么了 我也不好说 那肯定是我们要现下的危险 我们要做生意的呀 你说自己的自家车停在前面 我们生意怎么做 对不对 都把我们的车子挡住了 肯定生意越来越差的 有些size店已经租了停车位 有的size店还在观望 他们说收费以后肯定要租车位 得先把门前的车位占了 就是怕别家的新车停在自家门前 影响生意 方先生带记者来到了附近的一个 停车场 里面停的车并不多 为什么没人停呢 那因为这里贵啊 这里如果是他8月的话 一个月停一下 到150 160一个月 一个车 然后如果说那边的8年的话 会价格低一点 大概在123 老师现在这个停车场 就发挥不到用处了 对 这些停车场就空在这里了 随后记者找到了汽车城里的 袍江智慧停车运营中心 工作人表示负责人不在 我们也正在商讨这个事情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随后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 给记者回了电话 汽车城里面的员工啊 至少要保证他们的车位 然后他们的商品 他们如果要停的商品车了 我们全部让他们移到 我们的停车场里面去 不允许这个车的就是说 停在就是我们固定的框框里面去 一定能够解决 就是他们的那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 今天上午 绍兴袍江区 斗门镇联合交警城管 对围停车辆进行了大整治 也劝导CS店 把新车停到周边的停车场 为员工们腾出车位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